我志愿现身医学 热爱祖国 为祖国医药汇出事业的发展 和人类身心健康奋斗终生 打人啊 还有呢 吵架了没 2015年3月13日 北京大学第六级院 儿童精神科的医生黄俊凤 正在给一名患有多动症疾病的孩子 进行问诊 我没招我 他都没带什么 他就是为了你先来招我 他怎么找你了 他就直接过来先招我 他嘴巴里招招招 开玩笑呢 是干嘛呢 招我 找你了 找你了你就怎么了 还在忍 真棒啊 能弄老人呢 真不错 那忍到什么时候呢 还继续忍 把那小子给一拳打 这样万诊 王宇峰医生 每次最少都需要50分钟左右 由于儿童精神科的特点 是描述性人断 所以 王宇峰医生 必须花很长时间 与家长和孩子交通 才能准确地了解 孩子的 休息会儿 要不你一会儿该头疼了 休息会儿 休息会儿 每天从全国各地 来到北京大学第六医院 就诊的患者非常多 尤其是来看儿童精神科的孩子 更是落语不绝 很多家长都因孩子多度 注意力不集中而苦恼 他有时候玩一个玩具的时候 他不会很专注地去玩 或者有时候会遇到一些困难 他不会持续下去 所以做到那儿 也有小动作挺多 种种的各种这种 生活当中的点滴的小事 我总觉得挺焦虑的 不是我能够能够引导过来的 有时候我说他也不会听 我就害怕上学的时候 他会就说不认真听讲 或者跟小朋友处不好关系 不知道怎么处理这些事情 我挺担忧这个事情的 那些同学友好地碰他一下 他上一个一拳 或者踢你一脚 你家长不就不就不就 老师比如说练他一下 也许把老师还踢一脚 老师也闹 他比他冲动 他上课的时候他高兴了 他就下位了 他就随便的就离开座位了 然后不能完成课堂 老师叫给他的作业 他会把自己的铅笔橡皮 总是在有些小动作特别多 总是在嘴里咬 所以他小学的时候 他们同学给他取了一个外号 说他是削笔刀 因为他总是把那个铅笔 都不是用坏的 全是咬坏的 多动症 有称注意缺陷多动障碍 是儿童和青少年时期 最常见的心理问题 它主要表现为 注意力不集中 冲动 多动 健忘 已故 与流行病学调查统计 目前在我国多动症儿童患病率 已高达5%至7% 6岁到16岁的儿童 就有1,000万到2,200万左右 儿童多增症 现在归类 它是个神经发育性疾病 和没有这个疾病 同龄同性别的孩子比的话 他们脑的体积 和皮层的厚度什么的 这个都比别的 孩子对照主要发育落后 他临床的核心症状 就是注意缺陷 多动 冲动 办认知缺陷 两种执行工程缺陷什么的 由于人们对多动症的了解 非常匮乏 很多家长和老师 都不知道孩子得的是一种病 认为孩子太调皮 不认真 不好好学习 所以经常是这孩子 正确大骂孩子 这个特别清楚 拿皮带抽 抽完以后 他躲在床底下都不敢抽了 我媳妇给我店门拿到处找 我都不知道在哪 后来我出去找了 他在床底下站住 我媳妇 就打了以后 就特别那个 印象特别深 我也不理解 我就认为是我孩子的问题 你能力没问题 你智商没问题 你为什么就不去写这个字 那我认为就是你懒 或者你人格上有问题 然后我就会打他 抽他 有一次我给他打极了 打着孩子 就是歇斯底里的最后 就是跟我对立 然后孩子就哭着 告诉我说 说妈妈我也很想做好 但是我控制不住 我非常非常想做一个好孩子 看到很多家长 用简单和粗暴的方式教育孩子 王玉凤一生心急如焚 他发现很多家长在教育孩子上也存在着很大的问题 尤其对于患有多痛症这种疾病的孩子 教育更是无从下手 有的孩子描述 被打到什么拿什么棍子打他了 拿一架打他了 打他什么部位了 甚至打到他经常是不愿意出现挨打的局面 现在这个消不掉这个挨打的局面 家长确实存在着教育方面的问题 有些孩子产生对立违抗 有些不产生 都发现给教育方式有很明显的作用 从事儿童精神科研究三十多年的王玉凤一生心里明白 要想治愈患有多动症疾病的孩子 不仅仅从孩子入手 更要从家长入手 于是王玉凤一生组织家长们进行父母培训 通过父母培训 教授家长一套系统的家庭行为矫正方法 他爸爸拿那个一架打他了 那个然后踢他阴步了 那个爸爸不打妈妈打 那小孩子很沉闷很不开心的 跟我说 说我特别不想出现他们打我的这画面 但是呢 那个我现在控制不住的老出现他们打我的这画面 这种种我们在互动过程 我知道各个家长也碰上了很多困难 那个我们的孩子也 也面临了很多的挑战 作为家长也能换位的思考 能考虑到孩子的问题 咱们现在不都停止 那个那互相指责了 开始记红账 这个妈妈就不要说 不要老像控告似的老说这个孩子 他还不好 那还不好 那还不好 咱们不是做警察那个角色 我们是应该做教练那个角色 但是他那个站好 解决了家长对注意缺陷多度障碍这个疾病的认识之后 王玉凤提升又遇到了新的问题 很多家长反映学校老师对孩子的这个疾病不理解 甚至存在歧视的现象 上美术课的时候 老师会当着全班同学的面 把他的剪刀扔到垃圾框里 上音乐课的时候 然后因为他用手指抠墙皮 老师就让他用唾膜 把抠下来的墙皮都粘好 上语文课的时候 然后他们老师就当着全班同学的面 跟我的儿子说 你知道吗 你就是一个废物 全学校的老师都放弃你了 都不管你了 你知道吗 我们的学校和老师不了解什么是ADHD 他们仍然认为这些孩子是诚心的 家长在跟他们沟通的时候 他认为你家长就是在袒护孩子 实际上这是让很多家长很苦恼很苦恼的一个问题 家长并不忌讳去告诉学校 我的孩子有这个问题 为了能让多动者儿童得到学校老师和同学们的认可 和不被歧视 王玉凤医生和他的学生们经常奔波于各个学校 对老师进行注意缺陷多动障碍的工艺讲座 我们走进学校 对老师新的老师工作得好 也帮他解决一些难题 老师觉得给家长关的好 因为我做了很多迷惑 老师立即家长家长理解老师 自从23岁毕业于北京医学院的王玉凤 成为了一名儿科医生 如今已经68岁的他 每次只有上午半天的门诊 他经常会持续到下午五六点才结束 你说我们专家门诊是一天看六个 王老师总是考虑到患者是外地来的 或者说是家庭情况来一次不容易 这些问题总是给外地来的患者加号 所以我们有的时候能看到十几个 就十六七个 有一次我跟随王老师门诊 看病人看到晚上十点多 这时候 就是王老师那天身体有点扛不住 我就看到老人家特别累 他坐在椅子上 就是我特别心疼 王玉凤医生几乎每次遇到 请他加号的患者 他都没有拒绝过 常常因为这样 他连吃午饭的时间都没有 甚至有的时候还要处理一些 意想不到的亲子矛盾 还没高兴过来了 怎么了是 这个手机没给啊 今天我说 像他不会背五个英语的单词 他不愿意背 要玩你结婚呢 你就别玩游戏 这件事不开心了 我们去 走走 开心起来好不好 昨天那个 来 去这个棒棒糖吧 你看 你妈 你同意的吃 可以 你可以吃 还不行啊 那去开小的 什么事 什么呢 咱们得快乐起来 有个影像效果耶 我看看 说什么呢 一般的你花多少时间才能高兴起来 我们在院子里走走 好吗 我们在院子走走 我们溜达溜达 不太开心的 什么事呢 不开心了 这是因为没玩游戏啊 什么事 老师批评你了 有没有 给同学打架了 每次面对这样的患者 王俊峰激生 总是手拉着手 与孩子沟通 将好朋友席下 帮助他们 树立其中的欧快 来 咱们躲开他们说 是不是新事 就是我妈妈不讲承诺 你妈妈不讲承诺 说话不算数 她答应你了 但是没难这个做 是这意思吧 就是这件事 比较懒惑 是不是啊 我给你妈批评你妈 那个跟她说说 好不好 说话咱们得算数 搞懂了 明白了 经过半个多小时的沟通 王俊峰医生 终于明白孩子 为什么不开心 我告诉秦队 我给你提个意见 好不好 他告诉我一个秘密 是因为你今天出门的时候说了 早晨被斩死 他可以今天在路上冲着玩 你在家里捡头了 出门变暖了 所以这事让他比较 比较伤心 不愉快了 不愉快了 我要说要不要你妈 跟你道我对不起 他说那才不用了 小孩子是承诺 答应他了 承诺的事 那个特别重要 他特别在乎 他很就是约定 就事先的约定 包括对他也是 特别重要 这个诚信 你可以 我当时他说的时候 我可能没太注意 我不知道脑子里想什么 可能就随口 你能不能 他虽然说不用道歉了 你能不能道歉一下 没问题 让宝宝过来 宝宝 来 过来 你妈 我给他提醒了 他接受 他很常愿意给你道个对不起 我说不用了 你还是 他说他愿意给你道个对不起 对不起啊 妈妈 那个你跟妈妈说的时候 妈妈可能没有注意听 所以就是把这个 咱们之间这个约定和承诺 没有执行好 不过妈妈不是有意的 好吗 妈妈才会注意 对不起 拥抱一下吧 好了 好了 那咱们可以开心了吗 好了 现在以后要 一定要出去 一定要出去 看到母子的关系融洽了 王玉凤医生的心里 非常开心 这时 医院已经下班了 王玉凤医生 才开始给这个小患者 进行诊治 做蹦蹦肠了 来 好 做蹦床 咱们不扶着那个好不好 那个不可根 对对对 做蹦床了 好 好棒哦 做蹦床 在研究注意缺陷 多动障碍这种疾病过程当中 王玉凤医生 发现很多多动症儿童 常常存在 感觉统合能力失调 协调性不好 于是 他已经研究了 儿童感觉统合训练方法 通过滑板 圆筒 平衡路 健身球等 来帮助这些孩子 因为我做个儿科大夫 我们都知道 他发育领程 没三番六座八爬 发现没有经过爬的孩子 很多孩子协调不好 协调不好 会影响他们基本的这个 一个是人际关系 协调不好 有些游戏不让你加盟 协调不好 他就会 那个活动量特别大 那个 还有包括 有一些焦虑的情绪 摇手指甲什么的也比较多 所以在学龄前的孩子 过度活动的孩子 我们发现 经过训练以后 他也能够协调改善 王玉凤医生 在我国第一个 从病因到治疗 深入的研究 儿童注意缺陷 多动障碍 提出了一套 针对不同特点 患儿的 个体化 综合治疗方法 在药物治疗之外 引进开发了 感觉统合训练 平衡仪训练 脑电生物反馈治疗 儿童执行功能训练 社会生活纪念训练 和父母维训 等多种先进的治疗方法 妈呀 你愿意做感冲训练吗 这也可能 我愿意干得烦点了 愿意吗 好玩吗 这儿 咱俩做多少时间 他做了两个疗程 他刚来的时候 这一分钟都待不住 像比这个真的 那什么多了 他就是说 我们就模拥是一种方法 看他是表扬型的 还是批评型的 他可能在家里边 得到表扬的机会很少 学校里边更没有了 就是我们就表扬 用表扬的方式 就是说去引导他 他表现得特别好 其实他并不是 是协调的问题 但是他做什么 像什么 就是情绪广 非常地紧急 刚才是特别厉害 但是通过这一个 读学期的磨合 老师们也关心 也快容 反正我们也配合 在这儿接着 老师每周三次 修炼了 每周来三次 周二周四还周末 反正感觉着 从上学期的下半学期 他虽然他比较逃 但是他基本稳定了 脾气要绵了很多 老师说说他 只得点头听了 每个孩子都有一个 有一个档案夹子的 档案夹子是记录了他们的 各种行为的评估 夹子就是说他认知 环境 这个教育方式 他们的执行公众状况 脑公众状态什么的 都记录在这里头 光这个口袋里头 这里面就暗号着 有2700多条的进修 我们因为是研究性的医院 研究的任务都特别重 你要回答临场治疗过程中 它效果怎么样 哪种方法更好 他们的结局怎么样 他们怎么得了病 等等等等 要从不同的维度去研究 你怎么不开心呢 不开心了多久了 人来了好一点吗 轻松一点了吗 还没轻松啊 花甲之年的王玉凤一生 如今每周还坚持接待四次门诊 日接待门诊量达30到40人 同时他还进行着学科的研究 和培养人才工作 致力于儿童脱动症的治疗 他的生活虽然平淡而简单 却是他生命的全部 风起 风起 有女月还有 水脑女娘 姬乃伊64岁 当了47年乡村医生 可是现在却遇到一个极少的难题 今年一入冬 在榆林市区工作的儿子 又一次给他下了最后通牒 要他放弃乡村医生的工作 到城里和他们一起生活 姬乃伊却一拖再拖不舍地离开 因为冬天正是他给村民们看病最忙的时候 胡守兰的大儿子 二十多年前在挖煤时被砸身亡 二儿子是个哑巴 女儿出家后在外打工 平时只留下母子俩相依为命 我从赌娃娃开始开始到现在 开开那都得咋 没有我平时跟那都得咋了 还能交流一步 不该注意 不该注意 注意 高庙村有1900多人 由于年轻人大都外出打工 至于留在村里的不足300人 而且绝大多数都是60岁以上的老人 2012年 2012年 儿子曾经强行把他接到了渔林市 我老婆 他在渔林市 给儿子已经娃娃去了 他们家都要上班 所以反正晚上晚上睡觉 在说 熟了熟了 别聊别聊的 走不住家里头 有个老婆靠熟了啥啥啥的 就知道 爹爹一窗地发现就没有舒服 这是感觉动 我一个人在家绝招的房间里面 这会困 这审时简 其实去了一段身份 不害怕什么 这里头人好像 吃完晚饭 鸡奶衣就早早休息了 回的是 每天早点起床 利用白天的时间 多看几个病人 早上鸡奶衣接到电话 距离他家十公里左右的 一名村民未病复发 疼痛难忍 在他赶紧过去一趟 我都没有说过去就这个东西 我都没有说过去就这个东西 不过我要上年级的 让我一天堵个烦灭源流 我们这个地球又堵个烦灭 如果买这个东西 我可能就自测不来 十年前 鸡奶衣有了第一辆摩托车 那是儿子参加工作后 积攒了一年的工资给他买的 在骑了三万多公里后报废 第二辆摩托车骑了六年 坏了之后 放在储藏杂物的鸟洞里 2012年 女儿给他买了现在的第三辆摩托车 两个摩托车马表都回来了 我加起来 这人给你也得退帅去 十万过去是够 就说这个 因为九天去嘛 那去一步就算 苦的时间可少了 花不就只能不走下去 不是说别人家得着呢吗 哎你为啥 别人要像一边 还要怕个篮子呢 你这招不为 小时候说 我业的话 业底皮子全部在这儿活着了 悬崖起来 家里头的 一瓶一份 家道就几步去了 都刚好 每一个种类都带 只有五个小时了 这几个小时就厚 没办法就这么厚 一般不由于破碎 这一个用了多少年 这一个我可能不能伺候了 五十年前 十五岁的鸡南义初中毕业 被县里选拔到恒山县卫生学校学习 三年后回到村子当了一名赤脚医生 我一天就从北头到南头 一天往返不过四年 就去团夹 ett 就想起了一天 不一边躲起了 能够求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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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他们都拆开了 哎呀,好多亏呀 走着比较平,这个好走 所以切实比较抖一点油漏漏 这个是三楼太太 我家的走着还我家处还 你儿子别人家的比较紧 我经常跟走这种路 还剪过四十五 我经常走着可以多少 可以多少泼泼 现在还腿不行了 腿有点沾 爬起来还有一点油烧熟 你想我年轻走这地方 就很自如 不见得有一点烫 或者水就不出这地方 韩桂英最近经常胃病复发 彻夜疼痛,无法进食 济南医考虑到他七十八岁高龄 担心出现胃溃疡或者未出血 多次劝说韩桂英到县里医院做一次全面检查 可是韩桂英却怎么都不肯走 不想看 不想看 不想看个有机路 今天一给个丢了个有机路给他 我记得迷路怕 多会有了机路给他 不想看个游戏去 不想看个游戏去 就那个桑龙青了 七十八岁了 你不思考 累了数字里 多数不见不看 韩桂英八十岁的丈夫 两年前双母失明 两个儿子都在家务农 家境贫困 韩桂英不愿意给他们增加负担 所以一直咬牙坚持 不肯到县医院看病 看到韩桂英的病情不能再拖下去了 鸡南医只好向县里的医院求助 高庙村 距离恒山县城六十多公里 没有公共交通 让了年纪的老人去趟县城 要折腾一天时间 没有年轻人在家帮忙 很少有老人到县里看病 看到父亲一直突着不愿意离开老家 鸡村东和母亲就利用星期天休息的时间赶了回来 想把他强行接到城里 重新没办法 晚晚都上班子了 我要带孩子了 他不走吗 鸡村东是鸡南医长子 今年三十五岁 也是高庙村的第一个大学生 毕业后在榆林市一家设计公司工作 是兄弟五个人中工作条件最好的一个 作为我们一个农村 旧车 我也约我的老人也就像一个车里人 享受上好一点的生活 隔着我在车里面想想他的晚年 所以他一提起他是开闭子 我就狭道的反对 这天上午鸡南医要到二十公里外给村民看病 由于摩托车还没有修好 鸡村东就决定利用这个机会 开车送父亲过去 先在路上做做他的思想工作 前往这些路也危险了 还能开五年 这五年以后你改骑这些路了 这个路上靠我 你要刷我给他出关 刷我他给他危险 好啊 下着这个 怎么了 前面还是 前面看着他其实他不好背了 他给他走了 不要开车 先开车 哎呀快给他车点 你这生路上的 他足够了不我们 哦 哦 这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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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摩托车 开我休息吗 我去摩托车 里头都走 摩托车 啥是这个宽 哈欲哈学你 哈欲哈学我都不起来 我都从那儿 从那儿 他不学租来 你买下 咋呀不咋呀 我个人想跟你别 不要不要 快走走走 我给你扶车 不要不要 你扶你啊 我看你 来来来 你们车里头说 我们扶车 不要 哎呀 你看你 快快快 起来 我家都还不老了 就这 60来回来 还不老了 手苦老了 看别该不老了 看别老了 哎呀 看别你该看什么条件 你这样的话 你看这个雷扒什么 你 血液又高 你管钱给管钱 哎呀 你就是给你 啥钱说不清楚 哎呀 我的主意我拿去了 不要你们说 太好整了 Minuten 你好 嗯 特别一块 我都说的是娃娃 我的娃娃没有馈老婆 是成熟 limit 鱼主要那些 如玺看 Gentle Your One 就在这里 自从基存东上大学以后 近20年来 这是他和父亲第一次一起出诊 其实基乃伊何尝不知道 儿子一直以来的良苦用心 在回家的路上 他也利用这次难得的机会 将儿子说出了自己的心声 你这就在十八岁哪里叫热剑 他可能现在都租了 70年 90年 这多少年 我一直都不在开 都大了 都在车里头 旧车的 把一个老鸟的 他们连鸟都带走了 给你看几个牌照 可奇化了 鸡脖脖肉就 不似乎是谁肉走的 鸟儿兮兮兮兮兮兮兮 也带去 我要叫那鸡走鸡不露 我要走鸡不露的叫我 或者是大脑不够死亡 或者是腰腿不露的 蹦不露的 或者脑子有些 可能消不露的 这都没有手机不露 都一二二一下去 看到可能 看到这些东西 再说可奇化了 你买回来了 你这会儿要烧 没了 这就没了记着没了 谁让你老了 一挂子好了 你咋了不就 嗯 你就 这个就是要是怎么一年 来的给我们旧车里面过来 你们就特不理解我们了 我跟你说 你知道我们每回 每回来一回就多艰难 别回来 别回来 别回来给我们拜访 别回来 我们爸小回来了 我昨天不是跟你说 我又摇了 这摇了 我这 行 有没有多少钱了 哎呀 这一直有没有两千块钱了 这应该是八千 八千 你 你说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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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他昨天这个摩托会了 我觉得 我亲自和他去了一趟 就是我们这父老家 这个家里面 感觉到 级别人也确实需要他 哎 所以我也给开了我的这个 木木方面的想法 我觉得 因为级别人也确实很需要他 所以就随他的那种幸运吧 一走一眼也要回家嘛 他就是晚上回来说 你看 他还位置摇 位置急了什么 位置这些搜寻啊 他感觉是有个家的感觉 所以我说哎 你给他没没几只摇吧 让他这样过渡一下 如果你现在瞧瞧瞧他 他过去那种 就感觉到他也在那块很不自然 要不他慢慢慢慢引导的时候 他从城里面有这种乐趣 我想他会 又给我们 救车的 和我们会一块儿散伙 林返回城里上班之前 鸡村东 请人修好了附近的摩托处 而且 还和妻子决定 让母亲丢下来 陪伴父亲 度过这个寒冷的冬天 来 可以抱一抱 给你们夹个啊 抱一抱嘛 哎 就好啊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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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冰家了啊 谢谢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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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稍微打电话啊 走来啊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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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每次回来以后 他最后 我们走的时候 还没跟我感觉 就是快上去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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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不想了 去这个地方 随时摞了摞了摞了 我跟没有求求你 直接上了 这儿哭的就是我心想的方式 热爱祖国 为祖国医药卫生事业的发展 和人类身心健康奋斗终生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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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啊